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谭云飞 由评歌为您播讲 第四集 内外有别的社会学根源 人的性格养成主要归结于社会环境 尽管各式各样的性格自古已然 但二十世纪以商业经济发展为主导 全世界充满了竞争和合作的社会趋势 促成了人们对内向和外向的不同性格 产生了各种利弊分析和学说 在社会发展中 具备一定优势的属于优良的 有竞争力的性格 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农耕社会 就像桃花元气中所描绘的田园生活 人们的日常活动仅仅局限于自己的村落 或者周围数十里的区域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人们对于每天一起工作和交往的伙伴 几乎都是知根知底的自有熟悉 甚至很多地方的人 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故乡 在这种习俗下 人们看重的是 自己是否有责任心 懂礼仪 具备谦逊的品质 而并不在乎 自己在别人眼中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随着近现代工商业时代的到来 社会的商业化和城市化 把人们拉进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当中 人们每天外出工作都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 交流谈判可能就是为了一桩买卖 一次互相合作 如何给那些毫无血缘关系或者交情的人 留下好印象 是人际交往中的首要问题 为了使自己更加适应环境 使自己的发展前景更加广阔 我们就不得不注重交往沟通中 给他人留下的印象 因此 那些热情 活泼 健谈 说服力强 有主导性的外向者 似乎更能受到大家的欢迎 对于竞争激烈的现代商业社会 外向型性格的人似乎是最佳匹配者 在商业社会里 外向者能够如鱼得水 而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外向型性格进行推崇 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外向型去向的社会 我们生活在一个外向理想型的价值系统当中 外向型性格的人 其实更容易获得机会和赏识 因为社会希望你是 善于社交 敢于表达自我 推销自我的人 因为社会毕竟是一个群体 需要我们维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正因为现在社会的价值系统 鼓励我们变得外向 只有性格外向的人 才会更受人欢迎 无论是学习工作 还是恋爱交友 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呢 总是比那些安静沉默的人 更加具有吸引力 因为他们能够给他人更好的第一印象 以至于今天提醒某个领域的成功之道 一般都习惯于把个人的胆量 魄力等要素放在前列 显然 胆大的人勇于拼搏 善于把握机会 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 外向者的胆量和魄力 正是他们的一大武器 他们擅长肯定自己 推销自己 让别人能够很快地 感受到自己的长处 处于这些原因 内向者就陷入了 被迫发展外向性格的境地 为了在一个全新的 且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拖延而出 即使是内向者自身 很多人也不愿意承认自己 就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各位听众 本集内容播讲完毕 接下来评歌为大家画一下 这两集的重点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认为 外向者致力于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 而内向者致力于了解和改变内心 内向其实是一个中性词 不存在好与坏 世界上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 都是内向性性格 现代工商业的繁荣发展 人际交往范围更大 活跃的交流沟通更为重要 这才导致了外向者相对于 内向者的部分优势 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 下一集呢 我们将会讲一讲 内向性格等于四等人格吗 这个问题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谭云飞 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三集 内外有别 但无好坏之分 从这集开始 我们就进入本书的第一部分 内向 解读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这部分主要是讲 社会发展 与内向性格理论发展的关系 内向性格 在心理学方面的理论阐述 以及我们对于 自己内向性格的认识 等方面的内容 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 以商业经济 主导发展方向 这要求人们需要具备 相应的沟通交际能力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不禁都会觉得 外向型性格的人 要比内向型的 更容易适应环境 性格外向 显得交友广泛 在社会上 各方面都比较吃香 这样的人 似乎是当今社会 理想的通用性人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瑞士心理学家 卡尔荣格提出 内外向人格类型学说 大致诠释了 内向和外向的概念 他认为 有些人会把生命力 指向外部世界 致力于认识和改造 外部世界 另一些人呢 会把生命力 指向内心世界 致力于了解和改变内心 客观来说 内向原本应该 属于一个中性的词 不知道什么时候 却成了代表 敏感 保守 脆弱 悲观 孤独 冷漠 沉默寡言的贬义词 假如童年时候 我们收到一句 来自长辈或者朋友 你太内向了 这样的评价 就会情不自禁地 觉得受到怜悯 同情 甚至谴责的意味 或者 还有一种 秘密被拆穿的羞耻感 荣格在他的书里概括 内向性格 往往是被 内心世界的想法 和感受吸引 而性格外向 则倾向于 关注人们外部的 生活及活动 内向者的注意力 往往集中在 他们身边事物的意义上 而外向者 则会投身于 事件当中 内向的人 会在他们孤独的时候 为自己充电 而外向的人呢 则会在社交活动 满足不了自身需求的时候 为自己充电 心理学词典 对内向的解释是 一种主要的人格特质 其特征是 专注于自我 缺少社交能力 以及较为消极被动 对外向的解释是 性格外向的特点 是对外部世界感兴趣 具有高度的自信 社交能力强 敢说敢做 追求感觉 和崇尚权威 当然 人的社会性格分类 有很多种 但人们习惯 以内向型和外向型 为主要判断标准 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 为人活泼 热情开朗 比较容易与别人打交道的 属于外向型 而为人比较腼腆 对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就会选择不去做 不太去挑战的 属于内向型 个别性格内向的人 迫于生活压力 会渴望改变 他们迫切地 想要通过心理咨询 或者是阅读书记等方式 让自己变得外向 仿佛性格内向 是他们的错误 是一切生活的根源 面对生活和交际的种种问题 改变内向性格 成了很多人 自我完善 和个人成长的重要目标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 性格外向的人 善于社交 他们普遍情商较高 他们经常是大小圈子的焦点和中心 性格乐观积极的外向者 好像没有太多的困难和烦恼 是许多人羡慕和喜欢的对象 甚至于很多性格内向的人 其实心底里 都渴望把自己改造成一个 外向者 就像畅销术作家 苏珊凯恩总结分析那样 在这个外向型性格主导的社会中 外向意味着善于交际 自信和有活力 而内向 似乎就变成了一种 次等个人人格 内向者在这种社会环境下 就类似于女性生活在 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体系中 自身价值 大大折扣 内向者甚至会常常被误认为 能力不足 但是 世界上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 都是内向性格 如果内向性格真的不适合社会发展 那为什么 没有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 被淘汰呢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这一集我们主要提到了 内向本来是一个中性词汇 内向和外向确实有差别 但是没有好坏之分 所以 以后当别人评价你内向的时候 其实 你不用太在意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内外有别的 社会学根源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 谭云飞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七集 内向性格需要改变吗 真实的自我更重要 内向性格真的需要改变吗 你是不是忽视了那个真正的自己呢 不管内向还是外向 真实的自己才是最为重要的 这一集 我们将为你讲一讲 作者的亲身经历 看看他是怎样去克服内向性格 带给他的沟通困扰 战胜这些困难 完全可能 然而 展现真实的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些内向性格的人 真的需要变得外向吗 这是莎士比亚式的一个终极思考 内向性格当然也会有自己的优势 从生理条件来说 内向者的神经更为敏感 这让他们对细微之处有更多的觉察 敏感有时候会造成麻烦 但是有时候呢 也是很有用的 比如说 内向者对美更加敏感 他们更加珍视自己的精神生活 所以很多人成了文学家 艺术家 比如古时候的王维 杜甫 曹雪芹 近现代如沈从文 钱钟书等等 内向的人容易对别人产生同情 这是友善方面的优点 内向的人容易为自己的过错感到自责 这是品德方面的优点 因为经常焦虑不安 内向的人会为事情提前做好准备 这是职业发展方面的优点 总的来说呢 内向的人作为工作伙伴 可能会更加可靠 既然内向者有这么多的优势 那为什么不安心地做个 内向的人呢 其实 相信很多人都曾经为性格的内向 而尝试过改变 尤其在青少年阶段 像我一个朋友 在一家大型超时工作 平时就表现得非常外向 在一次年末聚会的活动中啊 他和我说起 他原本也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经常觉得孤单 上大学之后 他决定要做一个性格外向的人 他就刻意同人打招呼 主动和同学们说话 参加各种校园活动 一有发言的机会呢 他就一定要强迫自己发言 他后来说 经过差不多两年的努力 他变得积极自信了 当时同学们都把他当做一个外向的人 几乎都不相信 他刚来的时候 曾经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很长时间以来 我都很佩服这个朋友 为改变自己所做出的努力 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 他有时候也会有一种 深深的不安 每天在人来人往的单位 和各种应酬中 他为了业绩积极表现 但好像一直都是在 刻意地装扮某种角色 而不是他自己 有时候想起来 就会情绪低落 因为这个朋友的一番倾诉 我有时候也回想起自己的经历 包括接触到的许多朋友 或者同事的经历 渐渐发现 这不是个别情况 一开始我以为 这只是行为改变的时间不够长 人们还没有习惯 但是这种不安感的持续时间如此之长 可能并非简单的外部问题 某种程度上可能真有一个内在的真实自我 强行偏离这种真实自我 总会让我们感觉到不适应 就具体技能和修养训练而言 无论性格内向的人 还是性格外向的人 都有提升的余地 不过在职场谈判 公开演讲等领域 内向的人容易紧张 因此会被认为不适合 内向的人 要想在这些领域取得进步 就要从内而外 发现自我价值 先在这些领域 找到相对的优势 让局部优势 引领自己 去慢慢地调整和改变 以我自己为例 虽然与人打交道 没有问题 但是我曾经也有非常内向的一面 一个主要表现就是 在人多的场合 讲话发言就会很紧张 总担心自己会失误 总是显得很不自然 经常会结巴 忘死 脸红心跳等等 从习惯角度来说呢 如果在某一方面感到焦虑 很容易在其他方面 也去怀疑自己 这就好像一种传染病一样 于是其他方面也都开始畏首畏尾 生活也因此变得狭隘了 大学毕业之后 我进入新闻媒体行业 通过采访写稿的经历 不断地锻炼 性格内向的一面 也在逐渐地改变 自己与他人的交往方式 也有一定的调整 后来 有一所民办大学 要找新闻专业领域的 周末兼职老师 我考虑了好久 心想这个事情 可以提升自己 在业内的知名度 就答应下来了 可接下任务的那一天起 我一连做了几天的噩梦 梦见自己在讲台上 当着满屋子的人 讲课时连连出错 搞得十分狼狈难堪 当然 我尝试过设想一些应对办法 比如 想象轻松的氛围 多做互动 多看看窗户外面 舒缓紧张情绪 事实上 任何的改变 都很不容易 最后上课时 我做足了准备 很早就到了教室 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 我十分自信 我充分了解了 要讲的内容 可我意外的是 当教室里 只稀稀拉拉地 坐着十来个学生 和我之前 每晚想象中的 几百双眼睛盯着我 那差别太大了 就这么十来个听众 一学习下来 让我开始学会 在众人面前讲话 让我积累起经验 虽然每次在 人多的场合讲话 我仍然会紧张 但我再也不会 像以前那样 想太多了 当然 这算不上一个 多么成功的故事 我之所以觉得有道理 是因为这里面 蕴含了 对内向性格的改变 虽然不是不可以 但也要遵循一些 基本的规律 改变无法凭空发生 真正有效的改变 必须由内而外 发现内向性格方面的长处 然后逐渐地积累 因此 这需要两个支点 第一个支点就是 需要你能够积累 相关的成功经验 它会改变你的预期 让你自信起来 第二个支点就是 在这些让你害怕的领域 要有一些自己的优势 例如 我自己的优势在于 总是试图把书上 或者学术文章中 看到的知识 以及社会上发生的 现实案例 和我们身边的生活 建立起联系 思考它们 对我们人生的指导意义 并把这种思考 与大家分享 正是总结和分享的欲望 让我逐渐克服了 讲话的恐惧 各位听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 谭云飞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六集 内向的生理基础 大脑性人和的 异常敏感 你知道吗 性格大多是天生的 而内向性格的生理基础 是因为我们的大脑 性人和区域更为敏感 这一集 我们将为大家讲一讲 性格是由内而外形成的 外在的内向性格表现 其根源来自我们大脑的 特别之处 二十一世纪以来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使当今社会又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 在很多新的交流场景中 现今很多年轻人的外向与内向 已经不再那么有明显和绝对的界限了 内向的人也许更愿意通过网络 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倾诉一些个人观点 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多半会感到惊讶 可能都想象不出 性格内向的人 会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上 自由自在地表达真实的自我 相对那些外向的人来说呢 内向的人才会投入更多的精力 在某些社交网络的聊天讨论上 他们可能会很喜欢这种 不见面交流的方式 对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来说 他也许永远不会在一个 几百人的会议厅里 主动举手发言 但他却可能 用两个小时发一篇博客 或者是公众号的文章 而他的网络受众 可能就有几百人 甚至上万人 这种不同场景中 截然不同的表现 其内在心理机制都是相同的 而个性本身就是 由内向外练成的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意志 拥有自由的意志 当然 这个概念很宽泛 如果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呢 一般都认为 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并且每个人的所作所为 都应该受到褒贬的评价 简单一点说 就是有做其他选择的能力 因此 每一个人都是通过自由意志 选择塑造个性的 科学研究证实 性格内向的人 其大脑的性人和区域 异常敏感 而性人和的部分功能 就是产生和识别情绪 面对新鲜事物时 高度敏感的人 往往容易察觉到变化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生活 安排得规律而平静 对细微的环境变化和影响 都很在意 对听到的 看到的 闻到的 都非常敏感 由于这种高度敏感性 内向的人在别人的目光下 做事情的时候 通常就会很不自在 也会在一些对个人 带有评判性质的场合 比如说 恋爱约会 工作面试等等 就会感到过度的紧张 这些高度敏感的群体 往往会在他们的人生方向上 偏向于哲学 或者是精神价值 而不会向物质主义 或者是享乐主义靠拢 性格虽然有生理基础 但也受到环境和经历的影响 这样 很多人的性格 都难免透着 看似矛盾的 不和谐之处 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生深刻的变化 我们不能改变 我们是谁的本质 但是我们能够决定 我们未来 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的性格 可以自主发展塑造的部分 也许比较有限 而我们自身表现出的个性 也受到遗传基因 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影响 但面对不同环境 灵活地调整 应对的方式 却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本集播讲完毕 接下来评歌为大家总结一下 这两集的要点 内向的人并不是不喜欢表达和沟通 只是我们表达沟通的方式和途径不一样 性格内向的人 大脑中的性人核区域异常敏感 而性人核的部分功能 就是产生和识别情绪 而这是我们的基因所决定的 高度敏感的内向者 更倾向于精神世界的感知 而不是物质世界的享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我们将会继续探讨 性格内向需要改变吗 这个问题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谭云飞 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五集 内向等于四等人格吗 其实这个问题不用我解释 你肯定也知道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这集内容我们将会讲一讲 社会对于内向性格的负面印象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以及作为内向者的我们 应该如何理性地去看待 内向这个 不应该算是问题的问题 人的性情通常与生俱来 而每个人实际表现出的个性的 却是十分复杂的 因为它是生平经历和文化底蕴 相互影响的结果 有人将性情比喻为地基 那么个性就是建筑 心理学和神经学的研究表明 外向性或内向性性格的形成 和遗传及生理因素有关 对于外向性格 可以说是上天赐予他们的一份礼物 每个外向的人都需要珍惜这一优势 通常情况下 对于同一事件 内向者受到的冲击 往往比外向者更大 产生的情绪也会更多 例如紧张 恐惧 焦虑等等 对于内向者 这些话也许都曾经听过 你老爱一个人待着不好 要从自己的世界里走出来 你平时好像不怎么说话 为什么不多和朋友们聊天呢 你这么内向 以后在单位上怎么交朋友 派内向的人不好升职 也当不了领导 相信内向的人多多少少 都这么被家人朋友劝说过 希望你学会变通 想办法活得外向一些 如果性格太过内向 就会让觉得你的前景堪忧 并且还有可能会被贴上 焦虑 自卑 太沉默 不爱说话等等 这样不利于发展的标签 我们一生中 家人 师长 领导 不知不觉都在传递 这样一种观念 好的性格就是要 勇敢 快乐 善于表达 而性格内向 似乎会有一些 不健康的心理特征 甚至会是人们 产生严重的偏见 在把外向看作 理想性格的偏见思维影响之下 内向的人就如同女人 在男权社会下的处境一样 地位和价值都大打折扣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 很多人时常都会感受到 身边大人传递的观念都是 内向不好 例如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 如果你害羞不打招呼 家长往往就会带着歉意对客人说 不好意思 孩子不喜欢说话 到上学的时候 如果你性格太安静 同学们也会好奇 你怎么不和大家一起玩呢 工作后 如果你不善于和大家打成一片 上级或者同事 则会认为你可能不太合群 这样的社会环境 使得那些外向性格的人 在社会活动中 占据着主动和相对优势 好像他们成了 内向者的天敌一样 而内向者呢 又毫无招架还手之力 可能外向的人比内向的人 确实更容易获得成功 他们中的某些人 可能就是从小到大 你父母和亲戚口中那个 仿佛更受人欢迎的 别人家的孩子 不可否认 外向性格更加容易表现自己 而内向性格呢 往往不擅长和别人沟通 一般也难以得到关注 在激烈的职场环境中 这就很容易失去竞争的优势 比如在公司里 你不敢上台展示和解释项目方案 哪怕是自己设计的提案 你也怕自己表达的不够顺畅 怕在现场被各种提问 为此 你宁愿把展示的机会 让给了别人 对于很多性格内向的人 他们面对陌生环境的时候 往往会产生紧张焦虑的情绪 但是 难道他们真的不适宜 面对竞争吗 难道非得要 每天早晨起来 打鸡血色地喊着口号 试图改变性格 才能不被社会淘汰吗 这个社会 就没有内向者的一席之地吗 答案 当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绝对化 这个世界 也需要这些沉浸深邃的内向者 与那些能言善交的外向者 达成平衡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内向的生理基础 大脑性人和的异常敏感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 谭云飞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八集 性格的细分 内向的三种表现 和四种类型 从科学上来看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上 承受着不同的压力和刺激 那多多少少 都会有某种程度的 社会焦虑 严重一些的 可能会高度神经过敏 更严重的 会有精神分裂 所以 每个人的性格方面的 内向和外向 并不是绝对的 有时候表现得很内向 其实只是一种 协调内在精神世界的 健康的能力 本质上 是一种建设性的 有创造性的品质 艾森克个性问卷 将典型的内向性格 描述为这样一些特征 安静 离群 内省 喜欢独处 而不喜欢接触人 保守 与人保持一定距离 除非是挚友 倾向于做事 有计划 瞻前顾后 不凭意识的冲动 日常生活 有规律 严谨 遵循伦理观念 做事可靠 很少有进攻行为 多少有些悲观 焦虑 紧张 易怒 还有抑郁 睡眠不好 当然 具体的表现 与受教育程度 个人经历 生活环境 诸多因素有关 性格内向的人 看起来喜欢独处 但其实他们 也具有一定的 社交技能 但是 他们可能只是 喜欢与某一类人交往 或者喜欢 某些类型的 社交活动 也许是感觉 聚会上的闲谈 可能会消耗 他们的精力 而又几乎不会带来什么回报 所以 性格内向的人 更喜欢一对一的交谈 而群体活动 往往会使他们觉得压力太大 或者精力不够 接下来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内向性格的三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就是 社会焦虑 严格来说 社会焦虑 带着宽泛的外部因素 和纯粹个人的焦虑不同 那是在任何社会里 都免不了的 社会性的焦虑 特属于某些社会或者时代 它是一种广泛的 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 是一种弥漫于社会 不同阶层的焦虑 它不会轻易地消退 不容易通过 心理的调适而化解 人们所焦虑的对象互有不同 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 又存在着一些共性 比方说 贫困者可能会焦虑 自己的生存缺乏保障 而富有者则可能焦虑 自己的财产缺乏保障 两者虽然不可等量奇观 而忧虑则是都存在的 这种情况下 一个人处于人群之中的 自我意识体验 可能受到强烈的 社会情绪影响 表现出恐惧行为 通常是从学校工作中 也包括在家庭环境中感受的 即使是一对一的交谈中 也能表现出紧张 或者某种不舒服 其实 这不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而是对其他人的看法 或者是反馈 让自己产生不安 以及担心别人会对自己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也就是说 焦虑的产生 不完全是因为性格的内向 也可能是因为担忧其他人 会怎样看待自己 第二种表现是 神经过敏 性格方面的神经过敏 其实普遍是指心理过敏 而非病理上的症状 有一些内向的人心思灵敏 观察细致 直觉方面也很厉害 比大多数人都具有较好的辨别力 他们可能很排斥一些正常的交际活动 对一切人际接触都觉得不舒服 一个眼神 一句话语 都可能触动他们脆弱的神经 但是 这种反应并不局限于内向性格 有些外向性格呢 也同样会神经过敏 第三种表现是精神分裂 严格来说 这是典型的精神疾病 往往是由一系列临床症状 表现出来的综合性特征 而且不同的人 由于背景和遭遇不同 表现出来的情况 也会有所不同 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精神疾病 有这种精神倾向的人呢 需要与别人建立一定的关系 但有恐惧与外部接触太过密切 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采取远离尘消的避世态度 以逃避与他人接触 带来的任何伤害 除了以上不同层次的心理表现之外 人们对内向性格 往往还有误区 可能以为 性格不外向的人 就一定是内向 陷入了非此即彼的误判中 事实上 人的精神和心理特征 错综复杂 并不会那么简单 从心理学上分析 内向性格指的是 心理能量来自内心的人 而外向性格的人 习惯通过人际交往 来补充能量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内向性格的四种分类 第一种就是 社交型的内向 这种人呢 并不排斥社交 也善于同人打交道 只不过热衷于小群体 倾向于与两三个 或者三五个熟悉的人 打交道 追求交谈接触的人群 类别与范围 和一般人不同 就像俗话说的 交友很重质量 而不重数量的一群人 第二就是 焦虑性的内向 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 这种内向时尚会与 不自信 以及强烈的自我意识 结合在一起 有这种内向性格的人 会容易感觉到焦虑 尤其是在一些 聚集人群比较多的场合 他们会把关注点 转向自己 会显得很紧张 容易陷入焦虑之中 非常担心 别人怎么看自己 第三就是 克制性的内向 这种克制性的内向者 看上去做事很有条理 而且都会事先就做好准备 好比发言会在心中打好草稿 谈业务 也一定会做好规划 所以 这类人外在表现和外向的人 也很相似 但他们之间的区别 也非常明显 如果出席一个活动 外向型性格 会什么都不想 就积极地参加 而这一类克制性内向者呢 就一定会考虑很多细节 做足功课之后 才会出席 第四就是 思考性的内向 这一类人在他人眼中 是善于思考的 可能对自己的情感和想法 比较保守 不喜欢与他人 分享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甚至比较喜欢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这与人们常说的沉稳 有点像 但这也是 性格内向的一种表现 其实 这几种基本类型 涵盖了性格内向的表现倾向 而每一个内向者呢 可能属于其中的一种 也可能是几种类型的复合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我们将会和大家讲一讲 内向性格的四个长音 和十个特征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 谭云飞 由平哥 为您播讲 内向的你 真的了解 内向这种性格吗 内向的我们 真的需要改变自己吗 内向 到底有哪些优势呢 我们怎么样去发挥 自己的优势呢 这就是这本书 所要回答的问题 我是平哥 欢迎你来到 《内向者的竞争力》 这本书 我们其实都知道 内向和外向 作为性格的一种区分 并没有好坏之分 可是 当内向的我们 被贴上标签 被不公平的评价 和对待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会 对自己的 内向性格的好坏 产生质疑 甚至不自信的 自我怀疑 这本书 也许能够解答你的疑问 回答你内心 最需要的人生答案 希望这本书 能够帮助你 更多地了解自己 发现自己 发挥自己的优势 成就 更美好的人生 接下来 我们马上进入本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 谭云飞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一集 白天不懂 夜的黑 被误解的 内向者 我们今天所处的 现代社会 是一个既出满竞争 又离不开合作的 外向性的社会 人的一生 几乎每个阶段 都会面对各种心理压力 就像美国心理学作家 马蒂·欧兰尼 所说的 长期经历着 歧视和被歧视的阶段 在社会生活中 人对人和人对某一个群体 甚至群体对群体的歧视 这种涵盖不同范围的 非理性的关注 往往会造成 许多意想不到的悲剧 最为普遍的一种歧视行为 就是外向性格的 社会优势 造成的 对内向性格的歧视 这种社会现象 似乎已经被人们 认为习以为常 他甚至 无处不在 很多家长从孩子小时候起 就会让他参加一些 必要的社交活动 希望小朋友 拥有一种外向的性格 也就是说 在大人的观念中 普遍认为 性格内向 不利于孩子以后的成长 会将孩子 带入一个较为弱势的境地 照这样的逻辑看 性格本身就内向的人 成长的过程 似乎很艰难 未来想要获得人生的成功 更是困难重重 与内向者相比 性格外向的人 往往热衷于人际交往 他们热情 爱说话 充满自信 喜欢交友 这一类人 在各类交际活动中 确实颇有优势 适合表演 教学 指挥 管理等领域 性格外向的人 大多乐意与他人共处 在其他人面前 他们会显得精力充沛 崇尚冒险 而且经常表现出 领导才能 另外 和内向者相反的是 外向者不爱自己 一个人做事 那样会让他们觉得 沉闷 平淡 这样的差异 确实存在 正是由于当今社会 更推崇 外向性的性格 因为外向 更有利于人们 迅速互相了解 高效的共识 这就使得 性格内向的人 时尚会被认为是 不合群的怪人 但是 你知道世界上 有多少人是属于 内向性格吗 许多研究者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有的说是25% 有的说是50% 最多的 甚至接近57% 一些分类统计中 在那些令人羡慕的 各行业的成功人士群体中 有近70%的人 属于不同程度的 内向性格 尽管并非所有的内向者 都具有天赋和才能 但是有天赋的群体中 内向性格的人 确实反而占多数 这是比较客观的事实 对于性格内向 一些人往往还存在一些误解 我们不能认为 性格内向的人 就是害羞的 不喜欢与陌生人相处的 从行为学角度来讲 内向与外向的区别 只是他们行为 动力的来源不同罢了 内向的人 喜欢一个人做事 没人打扰 就特别有精神 而与别人在一起 环境嘈杂 就会觉得身心疲惫 相反的 外向的人 在人多的地方 就会思维非常活跃 充满激情和动力 而当他们一个人 独处的时候 往往就会感到 极度的无聊 其实 假如我们推倒思维的壁垒 就能看到 硬币的另一面 内向性格表面上的缺点 也可以转换成为 相应的优点 性格内向的人 喜欢安静和低调 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 思考 恢复精力 找到做事最有效的方法 比如说一个人 静静地阅读 写作 绘画等等 因此 许多艺术家 作家 雕刻家 作曲家和发明家 都是非常内向的 大部分性格内向的人 不善于参加社交活动 但并非不能够与别人交往 他们只是 更容易在一个人 或者是 很少人参加的活动中 体验到快乐 或者 只喜欢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 内向的人 并不是完全不失人间烟火 不同别人交往 他们一般愿意 与亲密的朋友 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交往 所以 内向的人遍布一些专业领域 他们热衷探索 乐于发现新事物 体验新的经验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像爱因斯坦 比尔盖茨 沃伦巴菲特 阿尔弗雷德西区克克 斯皮尔伯格 村上春树 另外一些出入各种场合 被闪光灯和粉丝包围的影视明星 也有很多是内向者 比如说 朱利亚·罗布茨 梅里尔斯特里普 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 唐姆汉格斯 哈里森福特等等 因此 认为性格内向 就无法与大众交流 这是不准确的 这完全是对内向者的误解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 谭云飞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43集 自信迈出这一步 成功就在 不远处 当今社会 是以商业经济 主导的外向型社会 推崇竞争与合作 侃侃而谈的外向者 获得成功 似乎更加容易一些 但是 内向的人 并非不能通过 自身潜在的优势 走出另外一条路 人生也不会 限定只有 性格外向的人 才能够获得成功 性格内向的人 需要跨出的第一步 就是 坦诚面对自己 不去验险他人 自信是人生发展的 奠基石 拥有自信的人 人格更加完善健康 内向的人 大多深知自己的缺点 但往往无法意识到 自己的优点 他们一般很难 把优点 同外界的生活 和工作联系下来 这种对自己 和外界之间 不准确的判断 心理学上 有一个名词叫 虚假独特性 为了增强自我形象 我们常常表现出 这样一种 奇怪的倾向 过分地高估 或者低估他人 会像自己一样 思考和行事 自信 需要客观评估自己 为了体现自信 对自己的能力 过度夸大 或者陷入 假性谦虚 都无异于 人格的完善与发展 自信一般是 针对过去的经历 能够看清 自身的价值所在 同时也能 了解个人的缺点 和不足 自信的人 对自我的认识 是完整的 而不是片面的 性格内向 性格内向的人 要树立起自信 应该将他人的优势 与自己的进行权衡 既要懂得欣赏他人 也不刻意贬低自己 在心理平衡方面 需要特别慎重 自信的人 对他人的欣赏和尊重 是发自内心的 同时 他们也会希望 以平和的心态 和他人交流学习 并能够以正确的眼光 看待每个人的优点 通过血肠补短 获得成长 内向的人 可以通过观察 交流 深入他人的内心世界 以客观的心态 通别人分享经验 互相激励 以真诚的态度 获得别人的认可 这样 才能提升自己的自信 为了获得自信 有些人会误认为 必须要学习 性格外向的人 通过种种方法 变成外向者 这又是另外一个误区 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 有位农夫养了一头 驴子和一只狗 驴子每天随着主人 早出晚归 辛苦工作 但是 总讨不到主人的欢心 而家里的那只狗呢 只需要每天守在家门口 到了晚上在主人回家时 摇头摆尾 主人就会开心地抱起它 还把好吃的 留给那只狗 驴子心里实在是不痛快 决定要改变自己 他开始向狗学习 白天装懒 呼呼大睡 守在家里 不肯出去工作 等到主人 晚上回来的时候 他则精神大好 马上扑上前去 像狗一样 舔他的主人 驴子的行为 不但没有使主人喜欢 反而让主人以为他疯了 不工作也就算了 现在还来攻击他 于是 主人拿起猎枪 抠动扳机 这无知的驴子 无辜的 一命呜呼了 显然 这个预言故事说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性 需要用理智的心态 去面对自身的不完美 内向的人 有时候需要改正一些 个人问题 但过犹不及 没有必要强行改变 自己的性格 这并非真的适合 我的一个中学老师 和我说过他自己的故事 这位老师原本不善交流 他只是想当一名老师 因为工作稳定 还有寒暑假 可是当众讲课 对他来说 却是一个大难题 为此 他报了一个演讲培训班 想训练自己 当众说话的能力 在这个培训班上 第一天上台讲话 他半天憋不出一个字 只是说了几个字的自我介绍 很快就冲下讲台 他一度以为自己 没办法学完这个课程 因为站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 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 简直就像下地狱一样煎熬 后来 他通过培训班的课程训练 结合自己的文字功底 把每次上台训练讲话 都当作是一次演讲 提前备好草稿 每次上台的时候 他都在脑海中专注地 回想写好的文章 日记一类的底稿 尽量形成比较现成 和流畅的语句 随着不断地练习 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 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因为提前准备 和熟悉了稿子的内容 所以他顺利地完成了演说 虽然他的心里 还是有点紧张 但是那种紧张 却恰到好处地 激发了他的潜能 最后在培训班课程结束时 举行的演讲比赛上 这位老师还拿到了一个 二等奖 此后 老师就顺利地 走上了教学岗位 每次都能很自信地 站在讲台上 流畅地完成一场 几十分钟的课程 这个学习的过程 让他意识到 个人的性格 并不是前进的阻碍 可以通过制定一系列目标 促使自己做出调整 就像他参加训练讲话的 培训班一样 只要努力坚持下来 即使性格内向的人 也一样可以变得 越来越自信 内向者对接触外人 演说讲话 参加聚会都很慎重 因为他们害怕在交流沟通的时候 说错话 一旦说错话 他们会不停地想来想去 甚至有时候 渐渐发展成为心理障碍 这就会越发地缺乏自信 这样 他就很难应对 工作中的一些挑战 甚至无法适应团队合作 自信来自一件件小事 只要从身边的一些小事做起 耐心地多花一些时间 内向的人就可以提高自己的信心 比如说在单位 应该主动和身边的人多交流 多参加同时间的聚会 多发表意见 哪怕暂时不喜欢 也要尽量去多尝试 并且避免给自己太大的心理负担 从同时间的简单相处 到参加工作会议和社交活动 再到客户之间的交流 逐渐扩大自己的交往圈子 逐渐把目标提高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地进行 相信 一两年就会有较大的突破 内向性格者的自信心 就能有很好的提升 举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性格内向的男生 怎么追求女生 很多人为此相当苦恼 因为他们本来话语就不多 遇到喜欢的女生 还会更加紧张不安 但是 内向的人往往十分细心 会体谅人 照顾人 那么就应该发挥所长 用行动表示 让对方产生好感 如果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一定不要在嘴上 对女生说些甜言蜜语 却没有具体的行动来表示 比如吃饭的时候 贴心地帮对方递筷子倒茶 买东西的时候 贴心地帮忙 拿东西撑伞 外出游玩的时候 递纸巾温馨地接送 实际行动 才能让对方感到温暖 一般性格外向的男生 只会让女生觉得有趣 聊得开 但他们和女生进行深入沟通 却并不容易 从这点上来看 性格内向的人 反而具有优势 他们心思细腻 善于聆听 在女生心情烦闷 需要找人谈心的时候 可以静静地 当一个倾听者 这正是 性格内向的人 最擅长的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 谭云飞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二集 被低估的 内向者优势 在上一集 我们说到 在各行各业的 成功人士群体中 特别是专业领域 内向者的比例 其实是更高的 而对于内向者 缺乏交际能力的 刻板印象 也来源于 人们以讹传讹的误解 这一集 我们将会继续讲讲 那些被低估的 内向者的优势 很多性格内向的人 不太喜欢说话 甚至似乎有点冷淡 确实如此 但他们其实只是 言语谨慎 说话需要经过 仔细思考 他们在参加交流活动时 一般都不爱出风头 不希望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 往往更愿意 做一名聆听者 即使关注身边的朋友 参与一些闲聊 说话也会小心谨慎 总的来说 性格内向的人 在现代社会 依然具有很多的优势 比如说 与较少的人 合作时工作融洽 做事独立 思维灵活 富有自省精神 有责任感 有创造力 有分析能力 而当前很多社会领域 都过分依赖 外向性格的人 这其实是因为 很多人根本不了解 内向者的独特优势 进而对性格内向的人 产生了错误的判断 比如说 不友善 疏呆子 缺乏交信能力 不与他人沟通 不喜欢亲近别人 沉默寡言 等等 如果你就是一个 性格内向的人 绝不应该认为 自己的性格 存在很多缺点 你完全不必感到自卑 不需要对羞怯 胆小 敏感等一类心理 感到烦恼 更不能忽视了自己 同样存在的冷静 谨慎 专注 善于倾听 有洞察力 等等的潜力 在生活中 在职场上 那些性格外向的人 虽然具有强大的进取心 他们能言善辩 是社交领域和职场上 最耀眼的宠儿 但他们也会面临 比如思维不集中 计划容易出现 纰漏等职场的大忌 而这些 往往正是 内向者的优势所在 为什么大多数内向的人 都容易受到 差异和误解呢 甚至许多性格外向的人 会带着奇怪的眼光 审视内向性格的人的 各种表现 甚至于内向的人 自己也都经常 不能理解自己 或者怀疑自己 他们习惯在一个时间 只关注于一个活动 并且通常三思后行 这种单一的关注 就成了这种需要 圆滑处世的 社会氛围下的另类 在现实生活中 性格外向的人 往往能够得到 大多数人的欣赏和重视 而现在 也应该让性格内向的人 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所长 在内向性格问题上 我们最应该 正视的一个误区就是 盲目地让那些 内向的人 去适应外向性的 社会文化 并强行改变自己 对于社会发展来说 绝无好处 我们要让大家明白 应该让每一个人 客观地 欣赏自己固有的个性 尽管我们互有优点 也各有缺点 本书通过对性格内向的人的 各种优势和劣势的综合对比 对这一性格的表现 进行深入探讨 为性格内向的人指明 如何利用他们的个性 来创造并享受美好的生活 本书内容涉及 学习 工作 社交 以及为人父母和养育 性格内向的孩子等等 书中有应对的策略 管理的方式 以及很有价值的建议 本书不仅有助于 性格内向的人 在外向的世界里 更好的生存 而且 有助于他们获得 真正的成功 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本集内容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内外有别 但无好坏之分 稍后继续